主料,豆渣500克,白面100克,辅量,线菜,盐,酵母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把打豆浆剩下的豆渣滤出水分带用,把买来的线菜粘好洗净切碎丁带用,然后把豆渣,白面,线菜丁,盐,酵母放在一起,轴成面团放温暖出八角,当面团发质,约两倍大,拔开面团可见里面充满蜂窝状时即可, 然后把面团整好行放入面包机内,按烘烤成是烤出即可,烹饪技巧 小贴士,如果不喜欢线菜,也可以爆点芹菜不别的蔬菜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